师尊 弟子去了 去吧 怎么感受不到他的灵力呢 难道已经变到收发自如了吗 咱们就看他碾压谋足吧 清净风 落空 在我面前报上名号 你怕是还没这份量 人怎么不见了 咱们只有天锤长老一个人呢 难道这小子躲掉了 不是的 你们看那边 他根本不是躲开的呀 他是被天锤长老带起来的气了 直接枕飞了 师弟看来撑不住人啊 沈师叔为什么还要派他上场送死啊 你若不信 往他天灵盖上 打一招就知道了 啊 危险 去死吧 他站起来啦 还是没用啊 根本不是对手 这样下去会如人命的 骨头还挺硬啊 小鬼 这才掉了两个时辰就受不了 你这软骨头的病应该好好治一治 你再硬 硬过我这铁锤吗 不是 只让他还能站起来 啊 他为什么还要站起来 最害怕了吧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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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哼 小鬼 要怪就怪你自己的命不好 死为止了吗 算了吧 还是投降吧 莫比佛 你在干什么 只不过差了几百年功力 你就被打得跪地求饶了吗 世俗 骨头没全断的话就给我重新站起来 我可是已经把修阳间的名号 和整个苍蝄害的尊严 都压在你身上了 不过来 世俗